至於這件事件 我們都要 因為我們都收到聽眾的投訴 虎主的 虎主 黑康正收到 交給你 我看留言我也看到有 我們看到鄭先生 他不是虎主 不過是他很留意那個 他半年前已經留意別人開國 所以他講說我們都可以聽聽 我覺得他是在講真話 為什麼呢?這件事是SKTV 我看到很多留言都一面九成九都是網上SKTV的 是 一定是被人打活黑 是不是輪著買 那邊去發功 Janice說了 他有網軍 甚至有一些我相信他是真心的 我們今天要幫助SKTV 當然這件事可以分幾個層次 第一 即使你說有虎主群組半年前的 裡面也有很多 有些人是加帳戶 有些都反駁回 其實我們不是加帳戶 我們如果用我們真那個 有時候真的會被人打的 當然有些真的會用真聖人出來 被以色眼對文化的Felix 就是他找我 他不是成用的 他主要分兩樣東西他們的投訴 第一個就是被人拖 拖數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和現在整個大環境有關 但如果你看黃米基港也不買 第二 他有10億的流動資金和流動活資產 第二就是他突然加了很多 他聲稱根據政府的條例 就是你犯了這些規 罰你錢的 有些罰得幾金下的 小子幾千 多子可以不在數 甚至更多的 那意思是那個什麼淫屍物品? 很多因為這就是他 但是他有其他的 因為根據其他的條例 上標條例那些 他就說這不是政府罰我們 但是根據政府條例 可能他們要抓證來做什麼 就罰我們的視線 應該大家商量一下 有些甚至說 他罰到的錢 他在裡面賺多點錢 這麼少 他是罰的錢的 就是到時 都有不同的情況 當然 是真的 我剛才建議那個扶著 但是我跟泰國說 泰國會親自去見他 他都嘗試說 不如你要跟多些媒體 我覺得是 等於這件事多些人 因為你說比較一面多 可能大家不知道 你們真的那個聲音 你半年前是開了一套苦術群組 很多人都被人質疑 有些是否他加戶口 人家不知道 人家不知道 這個判斷是可以不同的 但是知道了 你們這方面的聲音質 聽完你們的版本 可以的判斷有些不同 例如我又找了爆炸頭 爆炸頭就說 這些好像不跟香港的政治事 我亦都找了一些老友回體 例如大紀元 看看他們最後會不會做 我們去關乎這個公眾利益的事 民生香港人公眾利益 我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不跟政治 我留在香港就是去想 大家留在香港的開心 大家搞清楚消費者權益 我覺得尋找真相是一個 這個是它最重要 先不要判斷 哪邊你先幫到一些 但是找個真相是最重要的 是啊 我不會第一時間有個立場 因為我要說一點點 就是因為我家裡 我太太 是有每個 差不多每兩個星期 就訂一次HKTV的東西 因為我坐牢的時候 那網店是多的 為什麼呢 其實它的東西是 不是給外面便宜的 我要很肯定的跟大家說 我出來之後 我很多東西都已經說 我們自己買回來 我買回來 你不要去訂了 因為之前為什麼要去訂 就是因為她女孩子 怎樣抬幾包貓沙 就唯有網上訂 因為以前我就會去 一買就買大包 五大包一袋 那我拿回家裡的貓沙 那我前坐牢之後 她一個女孩子 就唯有網上訂 那麼HKTV 有一件事是真的好的 你家裡沒有人 它真的放在你門口 那些服務是不差的 不差的 而且裡面每一包裝 是不會來 到你中服會打爛的 那麼多人幫忙 當然有原因 這是知其一 知其一 知其二 一件事就是 我怎麼都要提一提 每一個禮拜二 都在做節目 我現在說我是買家 你的貨物供應商 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的partner說 因為我其實 他在購物供應商 給HKTV網 甚至我在購物供應商 我都會強調 比HKTV網 其實他因為特別要給我 這樣跟我合作 那時候就做 我聽不到他講 有個質素 可能他那天是動育 沒有說會罰款 那些東西 或者這部分 很久了 新年有個長假 可能都有到影響 可能好像旅遊 平時沒有那麼多 貨不對班 現在是多的 那這個就是 所以大家要研究一下去看 我是想查一下 我不知道 那到我講 那其實呢 不如我就坦白說 這些我是聽過的 HKTV網 對於小一點 當然啦 我不知道你的朋友 那個規模經營得多大 跟HKTV網 有些什麼 有幾大的生意往來 但是相對一些 規模小一點的店 其實它是諸多限制很多東西 是啊 真的譬如 怎樣幫你銷售啊 那些東西 你要下足夠錢 買足夠的貨 它才會幫你銷售多些 那些 這些已經是集意為上 過去那些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它真的不理你 不騷擾你 你如果幫你銷售它少 就是貨少的話 它是會諸多限制 又不會送貨 又成了很多東西 就是很多日子限制 這些我是聽過的 不是今天的事 所以呢 就是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 去幫它 當然了 可能有些就是 我都可能就是覺得 是不是其實大家當它是王衛基黃的嘛 所以它是王的 我不知道 王衛基黃的嗎 但是有些藍絲說它是蟑螂 這些 就是這樣 它好像它政協的身份 沒有它瘋掉過的嘛 是啊 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覺得李嘉誠也是王的 我從來都覺得它是生意的 我只是覺得它是商人 是商人來的 簡單的 就是不要罵我 就是那些 我說川普是商人 又說我燈粉 那些 就是商人就是商人 商人只會跟你在商言商講你的 其實 還有很多辣條款的 對於一些很小的客戶 它是一些大客戶 在商言商又沒有什麼 說真的是很錯的 不過就是這樣 你覺得就是 你覺得王衛基會 這個世界沒有良心商人的 我對王衛基 尤其是做了這麼大的生意 就是良心店 所以其實就是 都是小店那些就反而有 通常是小店 是的 當然了 你聽到王衛基說 它都說它是會跟進的 它知道要入票多少 或者購買那款 你去交給人 當然去到你老闆 你最後還是要負責他那個 正等如初初都說 你的實體舖 其實我們知道香港怎麼樣 無論什麼原因 是不是可以收回現金會好一點呢 就是有這個選擇 只想我們不是大陸 還有第二 去到這件事 你這個事後處理是很重要的 雖然現在在網上 好像九成九都是支持你 但是如果 始終那些你說是虎主 他們的聲音是比較小的 我們經常說雞蛋雨高長 雞蛋雨高長 那一天 是吧 我們發現原來 那些雞蛋是肩的時候 你的事後處理是很重要的 怎麼改變這件事情 網民要說 就是那個上架費 就是小店其實是完全不利於小店 可能他特別高一點 他上架費調整 剛才Janice也說了 為什麼這件事會爆 就是那個虎主 不是找你那位 是另一位 就是他是 他們不只一位 是一群 是一群 他是一個小時之內 每個小時不斷留言留言留言 留言 到他終於有反應了 在Facebook 誰知道他的留言 就被其他人看到 然後大家都是me too 就是me too me too 一路me too 這樣才爆出來 因為有些人 有這麼多copy and paste 有些人有新戶口 是不是假的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戶口 其實都應該是不同的戶口 應該是真的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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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ice說 其實開頭是 是有些水軍去打走這些 想著去打壓這些 所謂的留言 所以就是 繼續密切留意 究竟 其實是否關乎香港的經濟狀況 是不是呢 你看一下 阿信屋都要縮減很多規模 除了759之外 日本城那些 是不是 當然 你現在說不是有 沒有問題的 第一 我只希望是一個 因為新年代 其實不少苦主 早於半年前已經是 造成對群組 希望這些時候 你都要認真處理 可能新年就加劇了 第二 如果現在說到你的財政是這麼健全的 真的不要再出現這些問題 如果你財政不健全 大家可能都會 真的要明白一些 如果是健全的 或者是不要死散 你實際面對的情況出來 直接聯絡一些虎主 如果是這樣 是的 現在的所謂虎主 不少 其實我又不明白 他在賣的東西 他又不是投機的東西 正常來說 你給錢 他又去拿貨 或者去拿貨 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正常 正如我覺得 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是不是新年多人訂 送不遲 或者所有的東西 都不是這樣 不是說新年 不是說客的問題 現在是供應商 是供應商 那些事情 我想這個真的要找回當事人 唯一我為什麼想做的 就是說 我真的拍一個片 大家認真真去對質疑 不是說要經刪斷 有些人很怪的 你問到某些問題 他又好像容不容紙 不知道 不如我問問清楚 這樣才去做一個採訪 做Live 做採訪 就是兩件事 他講了很多的內情 就是說 他們會對一些Branding的公司 很客氣 大公司 大公司 我明白 分銷箱 Trading 那些小商戶 他們是當沒到的 甚至如果你發現貨物很賣 他會自己sourced回來 打回一些小商戶 我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來講的就是 我告訴你 我以一個新行 人家真是一個很傷人 可能你會覺得 香港電視的事件 當然跟某些商人都有分別 是吧 雖然你說 他都不至於說這幾年很近面 但是也沒有說一些 大家討厭的句話 這些是真的 但是去到做生意層面 和他這些層面 就可以是兩個不同的 就是一個人來 很多面看的 當然有人說都不想他死的 如果他死了的話 那又要回到韋康白街 大哥 這樣就真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有問題的話 如果真的爆了出來 是要處理的 危機處理 我希望鑼危機 說得出得到 他要澄清 因為真的要 如果剛才 例如Janice提出的 很多問題 合小商戶的事情 就是希望正視這些事情 真是生意不是這樣做的 我想說 我又要講 有些事情 又是以前經驗 你們經常講 當年認識我 我為了做一輩子的人 知道我去買湯 以前的湯 就放在吉志堂買 你經常講什麼上價費 上價費 什麼什麼什麼 不要聽人家講上價費 你就是上價費 我當年 做 只有一樣東西 買一樣東西 不是大公司 不是食 那些不是上價費 沒有什麼上價費 只是你賣的東西裡面 佔多少成是給他們 他抽得多 抽得少 這是第一個 但是你在中間 今天現在出現的問題 就是令我想看一件事 就像潛規則那樣 那個經理 那個採購經理 也好什麼也好 偶爾你要請他吃飯 跟他吃飯 他老婆買基金的 就是我partner 又會幫他老婆買基金 那等於今天你的商戶 為什麼會大 他們不敢搞小的 那是否依然還是 可能還未犯到 還未犯到這個ICAC要來的 但是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先回一些問題 其實不是說 上不上價費的問題 有人說 衛康白街沒有什麼 是有 但是你既然記得 稱得上HKTVMOD 是大家心疑的一個商戶 大家可能也有些人很支持 就說 其實 黃毅基也入了一小時 大家有幫忙減 那些 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你的做法 會跟衛康白街一樣的呢 是個上價費 對不同的 針對大客戶 和小商戶 是有分別的處理的 是吧 不知賺家費的問題 而是那些的處理是不同的 總之就是 對有branding的公司 和一些小客 對小客的條款 是嚴苛很多的 OK 還有Terry我不是太同意 就是 如果他犯了法 現在不是犯不犯法的問題 現在是消費者權益 OK 我們為什麼這麼討厭衛康白街 就是他壟斷了 很多事情 是合法的 Terry我帶回問題出來 不是合不合法 我剛才已經帶了問題出來 很多時候的取決 就是採購 或者那些所謂高層D 又不是很高層上面 他中間發生了什麼問題 那些東西到不到王毅基呢 其實這個就好像一個政治層面 最頂的那些是下面那個中層 在做什麼呢 是不是有些老闆老闆的東西呢 好像今天找你那位尊重的一件 他買一些這麼冷碗的東西呢 他中間要搞你 或者什麼呢 這個沒有食物標籤啊 不行什麼什麼 他說那個會不會任施潮 不行啊什麼什麼 他說什麼呢 到最後是什麼呢 我不是說深深啊 明先都說一下 其實不是最高 可能王毅基他都未必知道 但是原來下面的採購裡面 所以我不是說這件事 第一是你這家王毅基你也知道 不處理啊 你公開講一下 就個處理 因為其實這件事 我一看什麼 我希望不是真的 第二如果去到那裡 真的自己有 雖然說王毅基 半個自己的什麼都好 但是其實那些輔助 我認識的都是自己有的 清晶就是我們不是去黃店 就算你說去黃店 我剛才說我們黃店指南 剛才很多 如果那家黃店是不好吃的 如果那家黃店是找你笨的 以及收費太高的 就是失數低的 你都不會再光顫了 清清楚 其實我們對黃店的要求是更加高的 不可以是那種藍店的經營手法的 現在Janice也有說 其實是 改條款也是一個問題 這條款經常改的 而且不會通知你 但是要你配合 說改就改的 當然有很多商戶 我怎麼和你談 可以說出你方面的看法 困難之處等等 這些事情是否可以再處理好些呢 我最深刻的就是不想見到 發生路等 其實那些苦主都已經是 半年前已經出來了 這些問題 也不知道 這個正視 其實他最終的華視權 是永遠都大了 總之是我通知你 你沒有權 你有意見的 總之就是我現在改了這條款 真的不希望這件事 其實我最簡單的就是 如果去大地的 他不給你賣的 那店的網店是他的 那就另一件事看了 那如果他欠你錢 真的欠你錢的 那就要認真他也要處理了 到底用什麼渠道去欠你錢 Terry 你認不認不認 總之不犯法就行 那很多的經營手法都行 現在就是說 我們是要求一個公平的 對於消費者也好 對於合作的商戶也好 在一些比較公平的營商環境 對於雙方也好公平 我們現在還沒有最清楚 我們不是說犯不犯法 Terry 你還錯了 你現在傳說 王岐基早派在地鐵上有廣告 193個媽媽都去幫人問廣告 就好像發大來做 國際性的網購代購 他做的 生日發大了 不是做月宿的 我從資金裡面 我未必會這樣看到 原來搭個雞鵬 他騙你還有一份錢 是不是呢 我又不是很覺得 基本上 這是我看的 人家都想搭雞鵬 人家都想搭牆下去 我不是想搭雞鵬 所以我覺得 人家說他沒有錢 是不是香港整個營商環境都出現問題呢 才會變成 即雞鵬是騙子 所以我就告訴你 不是這件事 我意思就是 大家講到 好像講到他騙錢 他就是倒閉 我意思是 是不是香港整個營商環境 已經是大家局到去變成這樣呢 就是大家都是在挖九菜階段呢 就是可以是這樣 這個現實 這個不知道 這個是去到香港經濟的那個層面 雖然他說他自己有現金 樓還有10億 他說而已 科學院都說自己的地是租了的 你可能會對於那些 你說那些工業商 小工業商 可以繼續支持他 但是我一早已經有這個看法了 我聽到很多的消息了 但是就是要正視了 這些營商的手法 是吧 就是欺負一些小的商戶 就是覺得 對於我 就是等於 其實我經常用Youtube的意思 是啊 理論上你是可以的 這麼辣的條款Youtube 但我又被迫要受 是 理論上你說 你不喜歡找另一間 是啊 沒有的就是 我們不放Youtube上 放Live上Youtube 他們放在哪裏 你無法達到我 放在其他媒體 根本就是 就是他已經佔據了市場一定的佔有率 你不能不光顧 逼著 走多人 剛才說的那些人說 難道要光顧八佳偉康呢 那就是 那就是 市場都是壟斷的 就是你不滿意HKTV 都可以不進去 不過不進去 我們更加少的途徑 人家就有途徑 他給你啦 那就是什麼 所以這整天都有這些 其實最重要的 很無奈的就是 這些小商戶 他不敢出聲 或者這些我真的沒得買 你不給我買我就發聲 我就消失你了 等於當日 我們最後再結束 我買湯的生意到最後 即使那條數目都是 本來就是那個 那個所謂主任 拖著我們要多少月 多少月後才賺錢 我這樣啊 我找東方 這樣 然後他馬上跟我開會 然後一個星期內 就走清了資金 因為他是先收錢的那個 他才給我們錢的 他想拖三個月 看看我們這些 有些湯券怎麼怎麼怎麼 這些就是你想 我以後都不會跟你合作的 麻煩你找了錢 但是你又要想去琵琶讀譜 我們繼續跟你合作的 又要想你怎麼怎麼怎麼 這個就是你要取捨 如果覺得不公義的 其實不公義的 其實可以放這個小家前債 那裡 那裡最多八萬 不知道多少萬 到最後都是不行的 那個人 不是集體 集體 最緊要搞清楚的就是 你覺得不合理的 你不要再跟他做生意 那件事 找傳媒好 好像我們今天這樣說 我相信麻煩基 現在已經是因為傳媒揭發 他才知道 就是輿論壓力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說 輿論壓力 都是一個重點 他沒有辦法 我們又說他不學 明白嗎 最好可以做到 責數而已 做到兩邊都加大風氣 用道德上面去處理這件事 現在看了出來 希望你改善 和正視這些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說出來都是這樣的 所以 又不要經常說 你不要光顧 你不要合作 我剛才舉個例子 譬如Youtube這樣 我們可以理論上是這樣的 我們覺得條款這麼難 可以不放上Youtube這樣 那放在哪裡 放在哪裏 放在哪裏能夠達到你呢 不如你 他講了很多出來 但是大部份的人 會不會去到那裏看 看了 看了 Rumble 你問一下現在的網友 懂不懂 會不會去看 不過我不是想跟你爭拗 我只是想講那個道理出來 現實就是這樣 就是他做了 他佔了市場的一定的份額 很多時候是一些小的商戶 類似我們 比如我舉個例子 我們可以選擇嗎 譬如老蕭 他可以放在Rumble 那些人都可以取得到他 但是我們都是小商戶 小戶 就是想反映這件事 就是想你理解 那個情況是這樣 就是很無奈的 很多時候我們 希望就是黃衛基這樣 他以前都是做過 起碼 雖然一個星期剩下多久 可以做幾個星期 都是用舊老闆 就是我覺得可能他真的 沒顧到那裏 看到火頭剪出來便是好事 阿威尼爾 壓力都是暴力 你在說我們 我們被輿論 自隔絲暴 哇 這樣就關乎人 很害怕的了 鄧炳強所說的23條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到鄧炳強那樣 我們是說 講真話 原來都是犯罪 可能他們這樣說 你說完又說 說完又說 就是給壓力 給壓力你就是罪 那就是罪了 我們做節目就是這樣 壓力是語言暴力 哇 想想想先 那你現在是不是都在威脅我 其實你留這句話 我們不想說 去拗不拗 這個問題 我只是說真的 做了傳媒揭發出來 今天為什麼現在的人 找東莊 比找區議員好 大家明白的 他們都知道的 很多警察說不理不理 到東莊出來之後 一個月兩個月就要處理了 很多人說 為什麼你不打一百二三 我打完不理 我拍了一條片出來 一個星期就處理了 就是這樣 你當我懂得利用傳媒也好 利用這個輿論也好 怎樣也好 就是這樣 上天給我們 現在我們講話 是還有人聽 或者有些有心人在聽著 有些藥干人在聽著 我都希望有人 將我們的聲音傳給夏寶龍 老實說 所以不是說你聽 警察的聲音 警隊的聲音 就一定會傳到上去 夏寶龍一定會上達的 我們相信 我們這些傳媒人 就是 HGTV Mall 我們觀察 大家不會太早定論很多東西 不過我只是舉出 我以往聽過的一些情況 那大家就 我們不如說說有些關 警隊都追溯了 谢谢大家